揮衣男子手上拿著刀子 晃進小吃攤 往背對他的一名顧客 頭部直接猛刺 顧客當下來不及反應 只好拿了旁邊的椅子來擋 男子還在不斷揮刀 顧客則是不斷抵抗 旁邊的員工嚇到不知所措 被砍的男子 沒想到去吃個飯竟然掛彩 頭部中了至少四刀 手指也被劃傷 而砍人的黃姓嫌犯 在小吃店之前 就已經先到超商砍傷女店員 男子走進超商之後 櫃台的女店員隨即注意到 他手上拿著尖刀 下一秒立刻逃出櫃台 兩個人在監視器 沒拍到的死角追逐 女店員趁機跑進休息間 等男子離開之後 衝出來打電話報案 這件砍人案就發生在嘉義市西區 56歲的黃姓嫌犯 在22號上午跟兒子和女兒起爭執 雙方一度扭打 隨後黃姓嫌犯糞而離家 手上拿著刀子又沒戴口罩 直接往住家附近的超商 和小吃店行凶 我們經過那個清洗爆炸之後 就趕快把那個傷者 傷者送往屬立醫院 因為民患者我們就請 得安的救赦支援 該民嫌疑人 可能是一時情緒上的失控 才會做出攻擊民眾 其他民眾的安全 因為一時衝動持刀隨機砍傷民眾 證明黃姓嫌犯疑似有精神困擾 後續將由法福基金會介入協助 TVBS新聞基建坑嘉義報導